《许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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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会做特首这么傻 我做杜汶泽这么好 我做杜汶泽这么傻 我怎会 我不能够是代表 我不是代表 你以为我是赵晓芝 我只是一份子 代表很重要 代表就是说 你可以代表一个数量的人 你才可以成为一个代表 我觉得香港现在比大陆更阻碍 大陆也不够 香港也不够这么阻碍 原因是我们 香港人 一向都很懂事务 以前港英年代 大家都说得很英文 所以以前有 中士园 鄧烈宇 这些人 是很美国的人 随着年代不同了 现在又有很多很中国人 为了自己一些 他们以为可以得到的利益 就去欺凌一些同胞 即香港人 我觉得这是最可怕的 共产党 就不算可怕 最可怕是 擦共产党鞋子 那些人是被共产党 香港人优胜 是没有办法 只改变的事实 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个优点 我妈都会说英文 她去到外国旅行 她都会叫食物 我们有最基本人的礼貌 因为我们人少 懂得尊重人命 懂得尊重人权 灵活性大 因为没有民族性 我们没有民族自卑感 我记得 以前80年代 香港发型师去台湾很吃香 因为他们刚刚经济蓬勃 又没有这一方面的美术人才 很多发型师都过去做 很棒 现在当然是大陆 但永远在这方面 都会有领先别人的地位 暂时还有法治的地方 于是我们的赖分是真的 任何东西 只要你说 你去淘宝就知道 在香港买的这东西 就代表是真的 你想想 这些还不是优点 所以如果你连香港的法治 都捍卫不了 香港人才真正有一天会灭亡 原因是他们没有优点 看来澳门 都比香港还先进 昨天我老婆才问 为什么那些大楼这么大 都可以被人判坐牢 澳门不是有钱 使得鬼腿磨的吗 我说 你会这样说 就最好了 你想想澳门多么文明 对不对 反过来 香港还是以前的文明 我看它会越来越差 我自小都很喜欢有一个习惯 去到哪里都会幻想一下 如果我可以移民去那个地方 会怎样呢 这是我自小的一种癖好 例如我去伦敦玩 我就会想 如果我有钱退休 在伦敦住会怎样呢 我每一年都会去美国闭关 那我就会想 我在美国又会怎样 我很喜欢温哥华 因为叉烧很漂亮 叉烧漂亮是很重要的 一个地方叉烧漂亮是 占了你要移民的原因的50% 我喜欢台湾 因为我觉得那里很自由民主 东西又好吃 女人身材又很漂亮 脚筋很小的 皮肤又真是 身材好得很好 但我也想不明白一个原因 为什么我要离开 如果你没有钱的 就没得选择 如果有钱的 喜欢哪里 就有空去住 为什么要移民呢 是不是因为你不满意 这里一些东西 你在北京住 和在康乐园住 是没有分别的 如果你不开电脑 你不看市场 你不看世界 其实 入不到你家里的东西 你是不会理的 根本住哪里一样 问题是 你会不喜欢这条街 你会不喜欢整个气氛 不过 就算多难受 我还是想一件事 为什么要我离开呢 我在这儿出生的 为什么不是你离开呢 为什么要我离开呢 你离开我就要离开 你是谁 你说不是 我现在被你强 那你要弄死我 我才知道 回去吧 ブーツ 们ぐー 感谢观看